重點剛開始是強調什麼範圍點Copy 到哪一個地方去 所以如果今天我們剛好有這個練習的機會 如果我們範圍在哪裡 比如說我今天已經產生的郵遞區號 一直到縣市、一直到行政區 有三個欄位 Ctrl-Ship向右向下 當然你其實是可以Ctrl-C的 然後再把它Ctrl-V貼到哪裡呢 貼到我們這個台… 我是已經把它存檔了 我把它另存新檔 存成一個啟用聚集活躍部 名稱叫做台電 因為啟用聚集的活躍部 所以我的檔名叫做點XLSM的副檔名 那它是一個活躍部 所以如果你今天 我假如我不想要直接用Ctrl-C 當然你現在Ctrl-V也OK啦 Ctrl-V貼過來 放在它的第二個工作表裡面 它一樣幫你貼過來 可是你說 老師那如果我不要用Ctrl-C、Ctrl-V 我希望把這個做完的結果 透過一個程式 幫我自動call到 另外一個工作部的第二個工作表 這個第二個啦 我放第二個 A1的地方 幫我貼過來的話 那程式應該怎麼寫 OK 那其實喔 如果你概念清楚的話 其實非常的簡單 就一行程式就搞定了 那只是說因為它的階層很多 它有工作部、有工作表、還有範圍 那你就照著寫 OK 那第二個就是說 你必須是開啟狀態 如果你這個工作部沒開啟 你必須先把它開啟 丟進去再關起來也可以啦 OK喔 所以如果你會這一招的話 其實很多事情就變簡單 比如說很多人常常會問說 老師我怎麼樣把大量工作部 把它集中再變一個 或把它分成很多個 其實道理一樣嘛 就是同樣的方式 把它外面再包回一圈而已 那寫的方法 特別注意 我第一個先把這個先存檔 所以它叫台電 點XLSM 第二個呢 因為我剛剛游泥區號這個範例 那我這邊已經有了 我的範圍就是從D1 有沒有 Ctrl向上 D1一直到這個什麼 F的Ctrl向下 F的應該說370吧 OK 370 所以我D1到370這個範圍 我要call過去的話 那首先第一個 你就寫一個sub sub名稱叫做跨工作表複製範圍 Enter好了 當然你如果不想要寫這麼 冗長的名稱 你就大概 因為我這邊主要是敘述說 我要寫的功能大概是這樣的 那我的範圍在哪裡 我的範圍就是我剛剛講的 那特別注意 如果你現在所在的範圍 你不需要跟他講說 你的活業部什麼名稱 你的工作表什麼名稱 反正你就直接 但前提是你必須優標是放在這裡 OK 如果不是的話 你還是要加工作表名稱 跟工作部名稱 所以我剛才講這個是D1 冒號 F的370 當然你這個可以追蹤啦 如果我們先簡單一下 點Copy 有沒有 剛剛 那到哪裡 Designation 那因為是跨了工作部 所以你必須跟他講說 那個工作部 工作部的物件名稱叫 Work Workbook OK B-O-O-K 那因為很多個 所以叫S 瓜福之後的話 後面跟他講說 你的檔案名稱叫什麼 因為我剛剛已經有令存新檔 有沒有 這個名稱叫台電 跟各位講 如果開啟狀態 不需要給路徑 只要給名稱跟副檔名 副檔名一定要加 OK 所以我就跟他講說 我是在那個工作部 哪工作部呢 這個物件名稱可能要記一下 蠻好記的 工作部嘛 Workbook加S 然後呢 我那個檔名就是叫做台電 OK 所以你就打個台電 然後副檔名就點什麼 點XLSM 這個一定要確定 因為 因為裡面有程式一定是M OK 好 那後瓜福一下 這個時候他就知道 那我幫你放過 不過前提你要開啟狀態 點 請問一下 你的工作部裡面有兩個工作表 請問哪一個啊 你跟他講SHITS 瓜福啦 當然你可以給名稱啦 不過我這邊用第幾個好了 第二個 OK 那工作表的哪一個儲... 因為要貼一定要給一個儲存格位置 那A1好了 所以點後面加一個RANCH 然後這邊的話就給A1就可以了 好 寫完了 有沒有 所以看一下 這個等於同是C、C、C、V 但是 其實這個變化可以很大 所以將來如果你假設希望 拿這個例子去做分割工作部的話 其實是同樣的道理 貼過去存檔貼過去存檔就OK了嘛 那工作不一樣 工作表也好 試一下 所以最關鍵應該可以懂的意思吧 我們目前的 所以你記得你寫程式的位置 一定要是在這個 OK 以它為主 你這個 執行的時候一定要郵標放這邊 如果它不是在這邊的話 你可能還要再多一個敘述 可能還要跟他講說 哪一個工作部的哪一個工作表 不過目前我們不要寫這麼麻煩 我們就寫這樣子 讓我們亂亂看按F8好了 如果沒有BUG 理論上應該在這邊 會看到有東西過來 我們來看 目前郵標一定要停在這裡 把它跑一下 所以按F8 如果沒有BUG的話應該過來了 沒有BUG 那這個時候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它有沒有call過來 所以我可以切到台電的這個工作部裡面 的第二個工作表裡面看一下 有沒有資料過來 有資料過來了 Ctrl-Shift向右 向下 看一下 F Ctrl-Shift向下 對 370 沒錯 好像中間是不是有斷掉的地方 Ctrl-Shift向下 這邊怎麼斷掉嗎 也沒有了 OK 那應該沒問題了 所以如果你要跨工作表複製資料的話 其實非常的簡單 有沒有 就是哪個範圍 call到哪一個工作表的哪一個範圍位置 這樣就OK了 所以這個延伸性其實還蠻大的 以後你要做一些變化 從這個地方就可以做很多的應用 關鍵就是Range.copy 有沒有 真的超好用 不過你會發現 你貼過來之後 有些格式也過來 因為他copy一定有格式 所以如果你假設貼過來不想有格式的話 那可能就是加 可能要加一些其他的參數 可以讓他貼過來的東西 沒有一些格式 不過這個又是另外衍生性的 當然最簡單的這個應該已經就OK了 不過你說老師那我格式不要過 有個方法 不然你就是貼過來之後 自己再把這個範圍的格式清掉 有沒有 這邊常用不是有個什麼 清除格式不就好了 如果你不會 你再貼過來之後 清除格式不就OK了嗎 所以有轉個彎 結果不一樣嗎 OK 所以你為什麼一定要 只是一定要想說 選擇性 一些選擇性 你不會沒關係 用選擇性貼上 錄字聚集一下 你也大概會有答案了 OK 所以你只要知道說 原來可以這樣跨工作表 把資料丟過來 試試看 這個程式不多 但你一個字都不能打錯 可能會比較容易錯的 就是這個名稱 我是取名叫台電.xlsm 如果你沒做錯的話 另外的話公司放這裡 如果你們要練習的話 可以試試看 我把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OK 所以今天的話 你會發現 光那個郵遞區號這個 就浪費我們非常多時間 我們都還沒用到樞紐分析表 所以下一次上課的話 我們就是要 再來針對已經過來的資料 做一個後續的應用 那當然希望就是 第一個把台電資料抓下來 第二個的話就是 把他的縣式區域弄好 然後再自動產生一個 縣式的一個比例圖 就是樞紐分析表 樞紐分析圖 OK 然後也許這個範益做完之後 下一次可能就會慢慢再 往那個Json了 所以回去有時間的話 可能可以先看一下那個Json格式 如果下載 Json就比這個更複雜 但是也不是完全沒辦法理解 其實他有一些方法 可以讓那個格式變得很簡單 你就抓你要的資料就好了 所以我會提一些我自己的心得 因為你直接看那個Json 你真的會看到頭暈腦脹 有一些工具可以幫你 OK 試試看 所以最後那個Copy的部分 可以多多練習 那衍生的就是說 你們可以想想看 比如說你有大量工作表 你希望把它集中在一個 可以合也可以分 有沒有 試試看 比如說1到12月份的報表 你希望把它變成年度報表 那這個當然你可以把它合併 如果你要再猜 也可以把一個年度報表 拆成1到12月份的資料